新时代的这个女性的定位 探似特别open 但是情感上还没有放开 你的家庭依然会觉得 女性你应该回到家庭 但是我妈妈会给我说 你去外面工作吧 你去做你喜欢的吧 六年 我参与的案子有五百多起吧 做送律师才会有做律师的这种快感 我们参与进去帮忙 最多的是这个 农民工公司的这个问题 基层的这个调解员 更多的是女性工作者 德基律师真的用心在去做公益 我办的不是案子 是每一个人的人生 如果我的母亲希望我回家 我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每个人只能一生走一条路 他去勇敢地去做自己 往前走不要往后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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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